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五十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教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的见证人 我们先来看二十四节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教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所论到的是 约瑟在临死之前 就把他的哥哥们 还有他哥哥们的子孙那些都 带到他的床前 然后他说了这一番很有信心的话 他怎么说呢 约瑟对他的弟兄们 就是他的哥哥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可见他在灵中的时候 他内心所充满的也是神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约瑟的一生 他小的时候他就敬畏神 眼离二世 神给他犯了两个异梦 他都存继在心 支配他的一生 他一直相信从神来的异梦 一定应验 收到了应验 然后无论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 在人家中为奴 或者在监狱里面 神都与他同在 他遇到任何事 第一时间提到就是神 在法老面前结梦的时候 也说神能够结梦 他内心充满就是神 此时他就快离世了 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他内心对神的信心 这样子满满的 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兼顾他的哥哥们 他说神必定看顾你 我要死了 意思是一人来看 你们的靠山没有 因为他的哥哥们 是靠着约瑟 曾经在埃及做宰相 后来年纪老迈退休了 但是耶稣还在的时候 那些埃及的官员 法老都会因耶稣的缘故 就恩待他的哥哥们 就是耶稣的家族 但是此时他的哥哥们 可能也担心 耶稣一离开了 一离世了 他们的靠山没有 但是耶稣告诉他 牧养看顾他们的是神 所以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这是悦瑟的信心 暗藏里 很多人离世的时候 在那一刻中 离世之前 总是盼盼亲友在旁边 有的是安慰 扶持 但是一个灵命丰盛的人 对主有信心的人 这个时候不是他哥哥们 来安慰他 不是哥哥们在他旁边 来扶持他 而是他安慰哥哥们 他发出信心的信息 兼顾哥哥们 信靠神 在临终之前还这样 这就是约瑟的信心 也像雅各在临终之前 他能够为所有的儿女们 祝福 说出了神的话语 扶着帐头敬拜神 这是雅各 约瑟此时也是一样 所以他不仅能够 这个把他的哥哥们 交托给神 也叫他们的哥哥们 信靠牧养他们一生的神 这是约瑟 第二约瑟在临终之前 他说出了信心的预言 正像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二十二节提到 他说约瑟临终的时候 因着信提到 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这就是他平行里面讲 我们知道 以当时的情形来说 以约瑟本身的见识来说 他也知道 以色列出埃及是不容易 为何呢 因为到约瑟快离世的时候 雅各家已经是人口非常 已经相当多了 当然多也不一定说是很多 可能是几百人 因为约瑟经过几代 他们那边都经过几代下去 都哇人口很多了 但是即便人口多 要出埃及 也埃及的法老同意 是很难的 这个西伯来的民族 要离开埃及是很难的 所以耶稣当时何况他不在 以凡景来说 以色列出埃及 是难上加难 耶稣知道吗 他曾经做过宰相 他怎么不知道 他知道他比别人更清楚 但是他信靠神 所以他是凭着神感动他 他这样说 为何他如此信靠神 因为他深信神对亚伯拉尼 以撒雅各就是以色列 他父亲的应许 他父亲早就告诉他 告诉他们 神是怎么应许 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们的后裔 所以现在他们人虽然在埃及 但收到的神 一定把他们整个西伯来民族 雅各家的后代 以色列的后代 都带回到加兰地区 去应验神的应许 所以此时悦瑟 他深信神对亚伯拉尼 以撒雅各的应许 临终之前 满了信心说一言 神必把你们从埃及地 带回以色列 这句话四百年后 大将近四百年后应许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币 四百三十年 受逼迫四百年 正像创世纪十五章所提到 纳地的居民要苦害 你的子孙四百年 受到了神的话应许 所以耶稣就是 凭信心说预言 同时也说出他内心的价值观 他不是以埃及为享受 他本身在埃及做宰相 但是他一点不以 他自己的民族在戈山地的地方 当时还蒙福 因为约瑟还在的时候 他不以这个为满意 他的心向往是加兰美丽 是神的应许之地 这就是信心的见证 亲爱弟兄姊妹 哦 悦瑟的一生 虽然他曾经有最高的地位 但他不给世界来巴掌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无论是任何一个职位 是高是低 我们应该是 虽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 我们要像悦瑟 像但以理那样 即便有一个职位 有一个高的职位 但是也应该是什么 心向往着神的果 心向往着那一 永久的家乡 顾到神的教会 顾到神福音的开展 顾到神国度的开展 顾到神的子民 顾到神的众儿女 众圣服 当有这个向往 有在看见的时候 我们就盼望一只神 来与神配合 成全神的 成就神的应许 承受神的应许 在信心里承受 并且是 回到神的心里 加兰美丽 所以求主教我们今天 都有这个属天的价值观 有这个属天的价值观 而不是满足安逾属地的亨通和富足 都是这样 我们就会失去了将来千年国度的赏赐 所以求主提醒我 还有耶稣 他也为自己的海骨 留下了预言 正像西白书11章22节提到 他应着信 为自己的海骨 留下预言 所以 他此时也这样预言到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说你也把我海骨带到以色列地 后来耶稣亚 带领以色列人出 是一个进迦兰地的时候 也把约瑟的海骨就埋葬在以色列地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特别做了这件事 所以 我们会看见 约瑟他凭信心所说的预言 都应验了 应着信 他实在是信心的见证 一生凭着信 经历了神的大人 凭着信 服侍了很多人 凭着信 说了一言 当然今天我们都一直凭着信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生活侍奉 就像保罗说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保罗说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圣灵 更在乎充足的信心 也在乎充足的信心 因为你有充足的信心 才能经历圣灵的大人 所以当然我们都 平信 传福音 平信讲道 平信分享 平信关心别人 一切都应着信 并且有一个对的属天的价值观 能够影响别人 一同回到神的心意 让神的教会给建造起来 让我们都享受 在基督里的丰富 加美的丰富 让我们都有分离 将来的千年国度的荣耀 好 验神 在乎 我们都会有什么事 我们都会有什么事 都会有什么事